大家好 我是Wilson 鄧威迅 大家有留意股票市場都知道 現在全球股票市場波動性非常高 尤其是主要市場如美國或香港 近期都見到很波動 尤其是美股一晚一千幾百點上落 非常等閒 因為市場又憂慮高通脹 又憂慮息口會向上很快 這些都影響了市場氣氛 但反其道而行近期A股表現不錯 上星期A股竟然大幅跑盈全球 MSCI全球指數 很久都沒有見過 是一個慢慢見到A股似乎有見底的跡象 為何會近期走得更好 相信和一些消息都有關係 因為市場之前有很多憂慮 似乎現在內地逐步將這些憂慮消除 例如之前有很多新規規範一些大科技企業的業務 但近期內地中央竟然在短短時間 一個星期內出來幾次 說要支持平台經濟 在17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發表講話時 說要支持平台經濟 亦提到民營企業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所以要扶持平台經濟和民企 兩天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雲南發表講話 亦不約而同地提到要支持平台經濟發展 而且亦提到要支持內房企業的發展 內地亦見到有些消息是要支持政監 要支持房企內房在內地發債市場 開始發一些人民幣債 大家都知道這兩年內地房市可以說是寒冬 樓也賣不到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房企其實他們捱得很慘 海外發債市場又停了 因為賣不到樓 大家失了信心 在海外發不到債 用不到資 現在內地證監牽頭可以讓房企 在內地發債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然後有幾間示範房企率先出來 在內地債市發人民幣債 而且同一時間有債券的違約調期 即是一些對沖工具在市場上出現 即是整體內房債市在案的債市 開始活躍 這是第一證明到內地政策 開始很重視房市 開始希望撐起房市 有了這些渠道後 房企的銀根可以得到舒緩之後 希望可以捱過去 直至房市慢慢復甦的時候 捱過這段很困難的時間 這些消息其實都是一些好消息 將一路困擾市場的疑慮消除 再加上之前的市場也很憂慮 就是中概股退市 但是現在似乎中方和美方 會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 或者達到一個共識 這個機會似乎看來都是非常之大 等等這些消息都慢慢令到市場憂慮消除 現在A股正處於一個估值很低的時候 無論你從市盈率的角度 或者市場的角度去看 都看到內地A股的估值 是處於一個歷史很低的水平 再加上這些消息配合之下 相信慢慢慢慢有些錢 會回到A股市場那裡